中共统计局昨天公布 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创下了近六年内的新低 对于四中全会可能会速诊周永康和江泽民党羽 这在中国经济上会有什么解读 今天的焦点纵横带您来了解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共四中全会当中如何处理周永康也是一大关注的焦点 还记得今年7月的时候周永康被宣布立案审查 隔天就在中石油的带动之下 A股石油板块大涨 请教老师针对中共四中全会 有可能将周永康判处死刑 那么您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投资者去评估石油业市场的反应呢 是 这个周永康他当然牵涉到中国政治的局势 那我们也知道在西里所有国家大概这个政经都很难分离啦 尤其是专制国家那更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周永康他这个权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权力大呢 他当然这个官山勾结啦 或是说他们自己亲朋好友啦 然后这个都霸占了很多的这种事业 那我们也知道周永康他跟这个石油业是密切的结合的 所以中石油跟周永康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周永康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对这个中石油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 那其实对原来的这个周永康的人马 当然他会受到那个被捕啦 被抓啦 或是他们财产啦 他会被充公 可是对于这个中国的这样的石油业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一种影响 因为如果这个产业 那经营的还不错 应该是有人会来接受 或是说他们现在还是这个政治嘛 然后这个新一批的讲总 这个那一些人上来啊 所以习派的人 说不定他会去接受 如果他能够把这个事业经营的好的话 那对这个石油业当然会更加的好 所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中国的这个本身 这个石油业 那还是要回到这个市场 然后去看能不能把他经营得非常好 不过这个短期 因为他已经牵涉到一些投机炒作的这样的 尤其是股市啦 所以这个周永康 然后被抓 那隔天 尽管这个石油的这样的股票 他会上涨 所以现在不如把周永康去把他判死的话 如果按照那一个经验的 是不是这个石油的这样的股票又会大涨 那当然呢 我们这个如果你是投机炒作了 那可以啊 这方面去想 但是这个石油 你还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 国际的这个石油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中国的这种经济 它是进口石油的 所以对石油方面呢 现在如果这个价格往下降了 当然对中国的这个经济是好的 所以你要真的是要去看那种整个石油 应该是看国际的石油的这样一种这个变化 那现在国际石油呢 油价好像是往下跌了 所以会不会这样一种跌是继续下去 我想呢 这个才是这个非常值得关起来这种焦点 不过石油这样一种这个事情呢 到最后它还是控制在需求面 所以我是建议啊 大家往这个需求面好好去思考一下 不然对你如果是只有看攻击面 那你会很吃亏的